身为公众人物说话得要留意 再来看的是艺人NONO的太太 朱海军上节目的时候 说女儿打针时扎针扎了好几次 让她气到想踹一身 这段话就被网友炮轰 吓得NONO夫妻党 下午为了失言风波 向医护人员公开道歉 两个人紧紧牵着手 鞠躬道歉 NONO的妻子朱海军 因为一时失言引起大众塌伐 召开记者会向大众道歉 眼眶微微泛泪 朱海军先前上节目 脱了女儿刚出生五六个月 因为泌尿道感染高烧不退 医生要帮小baby打针 因为新生儿血管纤细 扎了三次都还找不到血管 让她大发雷霆 要用那个灯罩 要用灯罩 对 才找得到血管 才罩得住血管 很难打 可是那时候我站在旁边 看到医生在扎针的时候 我就很想踹那个医生 想不到越讲越生气 火爆言辞 语出惊人 旁边的来宾帮忙缓家 不好意思 我去找一个资深的护理长 那你为什么一开始不找 找护理长来 我就真的当场 然后他们那些医护人员 就抬头看我一下 我就说 看怎么看还不趕快 节目播出后 不少网友看得很愤怒 底下留言炮火不断 连一郎盟的粉丝专业都转发 医师群起痛批 还有人语代讽刺的问 自己的小孩是宝 难道医护人员是草吗 引起风浪后 虽然朱海军在脸书公开道歉 却无法停止风波 这回亲自出面道歉 表达诚意 老公也一起检讨 强调再来会将心比心 朱海军这次学会教训 诚心向大众道歉 也承认往后发言 会更谨言盛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